说起曹云金 大家都在熟悉不过了 曾经是德云社的台柱子 郭德纲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 然而却在德云社处于危难之际选择退社 并且与郭德纲师徒反目 公开互私 将郭德纲和整个德云社都推向了风口浪尖 当然 曹云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好处 反而是被认为欺失灭祖 离开德云社之后的曹云金可以说是人气暴跌 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辉煌 虽然如今自己创业当老板 成立了相声社团听云轩 但是要论票价和人际方面 甚至不及德云社的一个普通演员 如此强大的落差 或许其本人也要想不到 尤其是前段事件被爆料出于韩戏 也让他的好感度降低了一大波 虽然在相声领域中南极德云社 不过在影视圈 曹云金这次终于胜了一回 12月9日 由曹云金主演的电影《龙之战》拿下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与战独2》《与战狼2》《红海行动》并驾齐驱 这个奖项对于曹云金来讲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要知道 郭德纲方面推出的电影《祖宗十九代》虽然票房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在口碑方面却并不是很理想 当然 正如郭德纲的话来讲 不以一时的成败问英雄 虽然曹云金主演的电影《龙之战》拿下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但是对于他来讲 要想发展得更好 前面依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希望他可以再接待力吧 最后 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